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非常早期的时候 远在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之前 我们曾经短暂地用过另外一个slogan 叫讲述好听的故事 认识复杂的人 这个slogan读上去确实不如现在这个顺口 表意好像也过于直接了 不过我一直听喜欢里面复杂这个词 我始终相信啊 但凡你能听到的故事 不管是文字的 影像的 还是声音的 都远不及这个故事本来的面貌复杂 因为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都有自己的局限 故事FM和我也是其中之一 而认识到这种天然的复杂和自我的局限 也许正是我们变得更好的第一步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也是这样一个故事 它发生在15年前 故事的主人公叫小温 关于小温要讲的这个故事和提到的这个人呢 小温曾经控制不住 一遍又一遍地追问着自己相同的问题 却始终得不到解答 十多年过去了 小温向我们投了稿 想把这个故事录下来 我叫小温 今年36岁 来自沈阳 现在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听故事FM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了 他陪伴在我每一个早晚高峰的上班路上 嗯 很多故事都很打动我 我会沉浸在主人公的喜怒哀乐中 今天呢 我要讲一段我陈锋多年的往事 我跟我的初恋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那年我二十岁 那次饭局他正好坐在我的对面 嗯 我几乎每一次抬头 都能看见他在看我 吃完饭呢 大家又去唱歌 我记得他当时唱了刘德华的《背席》 就是怎么形容那种好听的程度呢 就是现在很多的歌手 唱的应该都不如他 我就一下被吸引住了 嗯 一直到他过来问我Q一号 我才仔细就是看他的脸 嗯 长得还是挺帅的 长长的睫毛 眼镜很好看 嗯 因为我上大学的专业是 电视编导 所以我对这种声音好听的人 嗯 有天然的好感 之后呢 我们每天都会在QQ上聊天 聊聊日常 聊聊爱好 他说他特别喜欢刘德华 我几乎那个时候把刘德华所有的专辑都买来听 也就这样聊了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嗯 有一天他说我们谈恋爱吧 其实我也不惊讶 因为我自己也知道这一天早晚都会来 但问题是我是沈阳人 他是哈尔滨人 我在长春上学 他在沈阳上学 这就意味着就是我们不但上学不在一个城市 就连放寒暑假也不在一个城市 都说异地链没有结果 但那个时候就是也确实是不想错过 刚开始相处的时候还是很甜蜜的 嗯 虽然我是初恋 但是他之前谈过几个女朋友 我几乎是跟着他的节奏走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吧 就是有那种校园的手机卡 可以办理套餐 每个月免费发一千条短信 那个年代嘛 还就是还没有微信 但是就是每个月这一千条 基本上都不够发 我每个月基本上都会超出这个套餐 嗯 虽然我们也在一起 但是每天就是通过这种 短信时时刻刻的联系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大拇指按手机的键盘都按扁了 嗯 他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大概就是干什么呢 长春嘛 离沈阳不远 我几乎是每个月都会回沈阳一次 嗯 我们假期呢 也会彼此到对方的城市去玩一玩 但即便是这样 总体来讲 我们就依然还是聚少离多的 第一次比较严重的吵架 是因为我挽回了他的短信 他非常生气 问我去哪了 我当时说我去吃饭了 手机放在启事里了 他并不相信 嗯 那我跟谁吃的 吃了多久 在哪吃的 就是从那次之后 我发现他很多疑 因为他是刑警学院的嘛 就是我也会调整自己说 可能是他因为学习的 这个专业的原因 才会导致这种多疑的性格吧 后来呢 就是争吵也会逐渐增多 嗯 我每次都要解释很久 然后也对这种异地恋多多少少 嗯 有一些灰心吧 第一次想分手 是有一次我收到了一条短信 嗯 短信内容大概是 你把套抬着 这个短信明显不是给我发的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 我就问他 我说 你这是给谁发的短信呢 发到我这里来了 然后他马上就解释说 他们要上计算机课 他让室友戴的鞋套 嗯 解释得很牵强是吧 嗯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他是不是就是劈腿了 然后 一想到异地恋很辛苦嘛 而且 嗯 吵架也挺多的 我就提出了分手 我记得当时他就是坐了连夜的火车 从沈阳到长春来找我 因为他们行李学院管理很严的 就如果他半夜查起没在的话 是会被开除的 嗯 他一求我 我就又和好了 就这样 到了他大四的下半学期 他要面临实习半年 然后分配工作 嗯 他说 以后想要跟我结婚 然后征求我的意见 他应该去哪个城市去当警察 他理想的城市是去东莞 因为我自己老家是江苏的 所以我给他的建议是 我说 那不如你去苏州当警察 然后我毕业以后 我就回老家去工作生活 嗯 后来就是大四他实习嘛 他实习的那个学期 他选择去了上海 嗯 有一次我登录他的邮箱 发现他给大概十个女孩 发了email 写的基本都是 嗯 你好 可以认识一下吗 嗯 这十个女孩都是上海人 我当时就是真的被气到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分手吧 就是 嗯 这种事情 我感觉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就是说 你这样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然后他就解释 他说他刚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嗯 不了解这个城市 只是想找人聊聊天而已吧 唉呦 然后他就哄我嘛 哄了好几天 然后就说非常爱我呀 之类这样的话 然后就跟我说 他毕业就去苏州去工作 然后就开始规划我们的未来 嗯 对 我又原谅他了 然后就是他毕业了 毕业之后 他就真的去苏州工作了 那年呢我大三 工作之后感觉他变了 短信啊 电话呀 就明显少了很多 我们两个好像也就不在一个频道上了 我还在校园 他就是走上了社会嘛 嗯 我在想可能工作了就会这样吧 当时也忘了是因为什么吵起来的 反正他工作两个月的时候就借着吵架 这次是他主动给我提的分手 我同意了 后来呢我就跟父母说了 因为我爸爸一直不是很喜欢他 分手了我爸爸还挺高兴的 嗯 分手之后颓废了一段时间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吧 嗯 我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他又过来跟我求和 起初我并不同意 他就是有那种软磨硬泡的那个 就是为了跟我证明他的真心 他让我去哈尔滨见他父母 嗯 那个时候也正好快过年了嘛 我很胆怯的就是跟我爸谈嘛 我爸当时知道了我们就又和好 就很不高兴 其实我爸是很宠我的 嗯 我就记得要去哈尔滨之前的那天晚上 我跟我爸谈了大概四个小时吧 我爸最后就给我扔下了一句话 他说以后你的事我不管了 就这样呢 我就买了去哈尔滨的火车票 嗯 到了哈尔滨呢 他让我住在他姐姐家 当天晚上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去找他嘛 他好像当时 嗯 还在睡觉吧 然后我看他手机也是关着 正好我记得当时是 我想看一下那个时间 然后我就把他的那个手机给开机了 嗯 嗯 嗯 跳出了两条短信 我到现在为止真的还是记忆忧心的 嗯 第一条写的就是 我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关机了 然后第二条是 你是不是又跟他在一起了 我恨你 哎呀 我当时就是真的是 几乎是崩溃的状态 因为一个女孩 嗯 他能对一个男人说 我恨你 那肯定他们两个就 肯定会发生什么了 是吧 我就觉得自己 太傻了 嗯 就是我跟我爸都闹僵了 年还没过完 我就跑到哈尔滨来了 他就这么对我 为什么呢 就是很难受 很疼 然后他跟我下跪 跟我解释 就是下跪也好 解释也好 我已经听不见了 嗯 我记得我当时 打了他一巴掌 大概也是我这辈子 唯一一次打神 就是我太恨了 我说你马上给我订票 我说我要回家 就是我特别特别坚决 嗯 正好赶上过年的时间 当时的票卖没了 我说那我要 第二天最早的一班车 我说我必须马上回家 我说我一刻我都待不了了 然后 嗯 那天 就是他家也已经待不下去了嘛 然后他给我开了一个房间 那天晚上呢 我真的是基本上也没睡觉嘛 然后跟他在一起的这两年 就是一幕一幕的 像过电影一样 我不想说话 我也哭不出来 就是我优柔寡断的这种性格 让我一次比一次疼 一次比一次疼 第二天早上 就是去火车站的那个路上 他跟我说 嗯 回苏州以后 他不会再跟那个女人联系 说那个女人回了他一辈子的幸福 我就说 我说你别再说下去了 我不想听 上了火车呢 我记得他给我发了一条彩信 嗯 他拍了一张他自己流泪的照片 在时候的几天 就是每天我都会收到他无尽的忏悔啊 就是这种短信 然后短信我也没有回 电话我也没有接 嗯 然后就到了情人节的前一天吧 他给我打电话 问我情人节怎么过 我说都这些都跟你没有关系 不要再跟我联系了 他还是就是不停地打电话呀 发短信呢 我当时就想了一个最笨的招 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让他认为我有新男朋友了 这样他就可以死心了 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男生追我 然后我可能就利用他了 我说那你给我打电话 然后那个男生就是给我打电话 我就是想让我的那个手机 一直保持就是那种通话的状态 嗯 反正也是过了很多个小时 就是挂断的时候 我看见他真的是打了 能有几十个未接电话吧 就是大概这样 然后电话呢我就关机了 嗯 情人节那天 我就是一整天也没有开机 自己就是在街上 就独自地走 就一直走 沈阳的冬天是很冷的 嗯 一直到晚上的时候 我才把那个手机打开 然后最后一条短信写的 大概就是我明白了 第二天也就是2月15号 那天我正在外面 我妈就给我打电话 然后语气特别着急 她说你赶紧回家 我说怎么了呀 我妈就说那个 她家人往我家打电话了 就是说找不到她了 我妈当时可能也是那种 就是负面新闻看多了 可能怕她来沈阳找我麻烦之类的 然后回家之后 就是想这个事情 越想越不对 就是她家人 不可能有我家的座机号码 然后我当时我就给她姐姐打电话 我说她怎么个情况啊 然后她姐就说她失踪了 一个宿舍的同事呢也找不到 然后单位也没去上班 然后我就跟她姐姐说 我说她要是有什么消息的话 你告诉我一下 然后挂了电话 我还是就是很心慌 那种感觉就是很焦躁 然后大概也是过了两个小时这样吧 我又给她姐姐打电话 然后她姐说找到她了 是从河里捞上来的 人已经没了 我当时就是基本上属于那种 五雷轰顶的状态 就是甚至有一瞬间 我以为她是自杀了 然后她姐姐当时问我 认不认识某某某 我说啊 我说我记得她 就是因为她 我说我们两个分的手 我说她在苏州那边跟她在一起了 然后她姐姐跟我说 她是跟那个女人 还有一帮朋友就喝酒去了 喝得特别的多 然后喝得特别的多 还没有人送的 捞上来的时候呢 手是插在衣服口袋里的 应该是无意识的 然后法医的鉴定是 由于路况不明 掉进河里 然后溺水身亡 大概是这样一个鉴定结果 她姐姐说她正在订去 苏州最早的机票 来处理这个后事吗 就是你们看过影视剧里那种 接到电话 听到一个噩耗 然后电话从 从手里砸到地上的片段吧 我当时就是那个状态 就是电话砸到了地上 然后我说我也要订票去 但是这个事情就是 被我爸爸阻止了 我爸爸不让我去 然后她 就是知道她去世的 那三天吧 那几天 起初那几天 我就是报收到了90斤 吃不进去东西 嗯 就是 想的都是这些 这些我跟她在一起的片段 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 嗯 我会很怪罪自己 我在想就是如果没有我 她可能不会去选择 喝那么多的苏州市去当警察 她可能就去东莞了 嗯 如果没有我 情人节那天的关机 她可能不会去喝那么多的酒 但是我始终是想不明白 她到底对我是 哪种爱情呢 为什么有那么多 就是我收服不了自己的点呢 嗯 很矛盾 她 感觉是爱我的 又感觉是不爱我的 如果爱我 为什么会去 找别人呢 如果不爱我 为什么 又要听我的去苏州呢 我的初恋 真的结束了 以这样一种方式 大学毕业之后 我也并没有去苏州 而是回到了沈阳 这段感情会导致我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不会恋爱了 多疑 自我否定 就是人们常说 有那种童年阴影嘛 原来爱情也是有阴影的 离她去世的那年 2006年 已经过去了 嗯 14年的时间了 我偶尔还是会梦到她 梦到她很多阳光的那一面 嗯 想到她的父母幸好还有她的姐姐可以养老送终 伤疤呢也基本愈合了 嗯 只是每当听到刘德华的歌 我还是会想起她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FM 我是主播爱哲 本期节目由彭寒制作 声音设计彭寒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